消费者W女士奔驰维权案引起社会关注 陕西省西安市高兴区市场监管部门依法立案调查 有关消费纠纷也达成了和解协议 5月27日 高兴区市场监管部门通报有关涉嫌违法案件调查处理结果 西安立之兴汽车有限 公司存在有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要求的商品 夸大隐瞒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者的两项违法行为 被依法处以合计100万元罚款 关于W女士购买的轿车发动机漏机油问题 据法定鉴定机构鉴定 1.该车发动机钢体右侧因破损并漏油 该车发动机在装配过程中降机油防键板固定螺栓移落在发动机内 发动机高速运转过程中 其第二缸连杆大头撞击该遗落的螺栓 使该螺栓击破钢体 2.该车发动机无更换 维修历史 3.该车发动机存在装配质量缺陷 属于产品质量问题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8条明确规定 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的要求 据调查和委托鉴定意见 西安利之新公司销售给W女士的轿车存在质量问题 虽然不存在主观故意 但仍然违反了法律规定 侵害了消费者的人身 财产安全权 构成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六条第一款地向所致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不符合保障人身 财产安全要求的情形 市场监管部门依据该法有关规定 除以罚款50万元 另据调查 西安利之新公司在售车过程中 隐瞒有关信息误导消费者与陕西原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签署电款服务协议并支付 服务费 从中获取了收益 该行为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 公平交易权 违反了陕西省消费者权益保护条例 第三十三条项所称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 不得夸大 隐瞒所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数量 质量 性能等于消费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者的禁止性规定 市场监管部门依据该条例有关规定 除以罚款50万元 以上两项处罚合计罚款100万元 收缴国库 执法部门对陕西原胜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涉嫌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 以令按查 处 对梅塞德斯奔驰汽车销售有限公司涉嫌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要求产品的行为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20条之规定 以移送有管辖权的部门处理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了 如果想获取更多内容请订阅 谢谢